柏林家姐,你看下,過多廈門大春代卓大官人,倒塌這麼早就擦堂撥車,死下來成遭涉波虎爐,說要包我們和他去街街啦! 透過、吳哥,等見那日快起車起的領事空,要快樂世界,公英推亞威脅! 卓大官人,快樂世界一片光榮,家陣麥製作廣府大喜小曲王譚蘭卿,和剛剛拉龍啟昌離婚, 出回來獻世過多個舞明星子羅蘭,猜過出淒涼、香艷,倫離其情影畫戲《血淚情花》, 《洞中廣府話》對八個博,出戲唱成五支曲,連寶鼎明珠國之主題曲都叫謎! 未練也是保定明珠鴨! 其情鬥至猛劇《寶鼎明珠》是魯馬的太平劇團的戲補, 講魯馬飾演的大都督《寶鼎》原本相對林肥蘭飾演的那一番幫明珠公主! 怎能知道這條明珠公主很狡猾,不打不相識, 保定和她打出外伙,結果成為一隊,兩國合兵,力其外母,共還狂難! 這一齣廣府大戲在香港真是好狡猾七狡猾!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八日 禮拜三晚九點鐘, 香港總督洛夫國兩夫妻, 拉大隊拖賣報證詩仕美同其女人, 拉賣成班紅毛鬼高官,唐人大春代, 粗落太平戲院撐魯馬,肥蘭長天雅, 妻娘、香艷,倫離奇情影畫戲,血淚情花, 由譚蘭卿,至羅蘭,謝益智,張英,劉艷公,白妮,至葡萄, 劉桂匡,吳回,周少英,劉桂匡,五少山, 和微微聯合拍演。 故事講肥蘭的身世是野道娘, 因為錯手打狗死一條入她香鬼調戲她的醉貓, 所以被迫為醉著草交腳鬆人, 臨時托姑,將幼女劉梓英寄釀給她的老死書, 當幼母婦育聖人,為了女女的前途, 特以祝父婦養人自營做老母,十七年含女莊少。 常盡人間寄多孫婦美,回歷史, 怎能知又知羅蘭飾演大過的外女劉梓英, 並不認出她。 他亦 的不敢認大概裝承美女, 絕對那女婦表姨, 最重要是聽我的話。 劉智英 受一刀由這億支飾演的蝶水花花公子王畢人, 用乘搭銀紙來勾搭, 拋棄了由張英飾演的情郎。 肥蘭 覺得那刀王畢人, 不想扮演女的老公, 不想見她五日祈禱受到摧殘, 在苦犬無效之下, 懷有極力差禍她們, 不適犧牲適傷, 欲有闊少爐露出嫌濕臉紅。 是她們定婚的前夕, 肥蘭 死去阻止, 威脅那闊少爺, 突然槍聲一響, 這壞事被人打架死了, 成為血安, 肥蘭被誣蔑為兇手, 被法庭判處死刑。 後來袁兇自首, 自不能死。 當時, 全部被誣蔑育擇冒黑肉, 容姆倒露出嫌, 威脅有抑弱。 威脅最終明白媽媽的苦心。 心感後悔, 威脅決定嫁回到旧情人, 準備接越媽媽回家居團圓, 怎知她媽媽已經有了在哪兒 ». 入口侵說,他們的婚宴 做埋酬帳 會賺錢紙, 雅女在舞台上,人行高歌一曲《職女》, 籌母經費勾過。 埋職過時,接獲老母來信, 鼓勵一對新人要放棄在大後方, 做母捐籌款這些瘋狂消極的工作, 應該上前線參軍殺敵 。